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人家人的REM 這一集我們來到了Garmin入跑 這次的Garmin Run Taipei 我們要來擔任賽道調查員角色 這次我是參加21K的賽事 那這場比賽的5K 10K 跟21K的半馬賽事 我們來調查一下 10公里跟半馬的跑者 都是穿著什麼樣的跑鞋來參賽 Let's go 半馬的跑者 跟大家介紹一下你今天跑多少成績 剛剛看大概2分 2小時10分 151 1小時51分 1小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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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大概 79分 對 哇 很快耶 102分左右 102分 110分 110分 1小時47分 哇 恭喜恭喜 今天跑什麼距離 今天跑10K 成績跑多少 大概58分 8分數啦 8分數 你跑78 沒有 你們一起 跑55 你咧 1分11 1分11 1小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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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6分半 我跑1小時18 我今天跑60分 剛好60分 60分整 好像6分01隻欸 忘記了 忘記了 不到2小時 不到2小時 那你慢它一點點而已 對 慢它一點點 那今天穿什麼鞋子來參賽 側鞋子 側鞋子 160 是5.0 Apple Finance Part 2代 對 2代 為什麼會選這張跑鞋 因為我覺得它跑起來比較輕一點 對 推進感受還可以嗎 還不錯 重點是這張跑鞋應該是滿便宜對不對 對 現在變得比較便宜 A.Cobone A.Cobone 第三代 對 那你知道它最近出了最新款嗎 我知道 有沒有想要入手那雙新的跑鞋 有心動 有心動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好像 比這代更暴力 而且也更舒適一點點 剛剛看機達的Boss 1012 Boss 1012 對 這張跑鞋跑1小時50分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滿穩 有點穩定 但有點彈 我覺得滿舒適的 算軟硬式種的樣子 那如果接下來想要再突破 你會選什麼樣的跑鞋 我有點想買 Nike的Beple FlySide 好好好 但我覺得我速度沒那麼快 不會啦 它沒有比這張暴力多少 這是Dubalance的Pacer 2 V2 是V2喔 雙跑鞋好像比較少見 那你覺得這雙跑鞋跑79分 因為均速要3分40幾吧 45、46吧 那跑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今天天氣挺不錯的 還有這個鞋子很快 那你最佳半馬成績是多少 跟大家介紹一下 1819大概就是 78、79跟今天差不多 差不多 恭喜你今天就可以跑出街巾最佳 謝謝 歡迎常來台灣跑步 謝謝 我會去跑香港Gaming Run 我聽說過 對 今年 穿VAPER2代 大底已經磨得有點差了 還沒有掉 那個鞋底還沒有掉 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已經有開口笑了對不對 對 笑已經在物色下一雙 那你下一雙預計會買什麼樣的跑鞋 應該是跟亞瑟士的METASPEED那一雙 SKY 應該是SKY 就是我最近開箱那雙嗎 對 沒錯 評價8到9分那一雙 沒錯 期待你去試試看 我穿VAPER3 那你今天跑多少成績 97分 97分 很不錯啊 那你穿這雙跑97分感覺怎麼樣 就是非常的舒服 然後折返的時候其實目前是沒有賽的 所以其實今天蠻涼的 覺得好跑 我覺得今天不錯 Pro3 那穿這雙跑110分感覺怎麼樣 很好跑啊 這是我的戰鞋子 戰鞋 什麼比賽都穿它嗎 目前 哇 那如果也是一樣Pro3 對 太好了 通通跟你說 年底要上新鞋了 可以期待一下 Nike的Infinity 3 那你穿這雙跑鞋跑155 感覺怎麼樣 超棒的 就是推進感受不會太暴力 不會 那跑起來算比較Q還是比較軟 比較Q 比較Q一點點 好 亞瑟是Supernova Blaster 哇 那你今天跑多少成績 151 一小時51分 是 裝跑鞋感覺怎麼樣 它推進力是蠻足夠的 而且它是沒有板材的跑鞋 對 所以我覺得跑起來還算蠻Q彈 在一些大概5分半6分 算蠻適合的時間 是 蠻輕鬆的 恭喜你恭喜你 先穿這雙 我也不知道 Rebok的 對 算剛開始跑步的時候買的嗎 對對對 剛好 那跑起來裝跑鞋的感覺 讓你跑當中有什麼感受 它很輕啦 它穿起來很輕 看起來很玻璃耶 是不是蠻刺足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腳感應該蠻明確 對對對 那接下來如果要升級跑鞋 你會選什麼鞋 我想買亞瑟4 亞瑟4的 哪個型號 有看好了嗎 Beat Magic 聽說第四代不錯 很多人一直敲碗我開箱 你也可以去試試看 好 轉普馬的跑鞋 什麼型號 是不是Nitro 有點碳板二代 應該是Nitro二代 那跑起來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 你今天跑多少成績 差不多110 因為原本要破百 結果我跳車了 好抽筋了 搭不上那個澤瑞的車 沒關係下次還有機會 OK 我都看澤瑞學習跑步影片 謝謝謝謝 記得按讚分享 10K的跑者 今天穿什麼跑鞋 亞瑟4 GT2000 最近上新的你知道嗎 我知道 有想去嘗試新的 我在找半馬的鞋 你接下來在找半馬的跑鞋 對 那你接下來半馬的跑鞋 想要找大概什麼類型 我幫你推薦一雙 低足弓的 低足弓 然後我有直撐器 有點直撐 要比這張再快一點點 對 那你可以先從Novabets試試看 可能不錯 因為畢竟也是亞瑟4家的 如果是美金龍的話 可能可以考慮Inspire 也是蠻不錯的支撐跑鞋 而且再更輕快一點 背跑Fly3 哇 我想說你剛剛穿這個 拖鞋跑這麼厲害 沒有沒有沒有 背跑Fly3 Nike Gold Class的跑鞋 哇 這個是越野跑鞋 對 原本怕它下雨 就不會入 不會進水這樣 你們穿一樣耶 對 哇 為什麼會買這張跑鞋 是因為我介紹的嗎 有 有看過我開箱這雙嗎 那跑起來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 還不錯 然後拆起來蠻踏實的 不會搖晃 喔 那你覺得這張跑鞋怎麼樣 就是 比較耐長距離的感覺 因為它跑起來比較不會不舒適 強大猛的 哇 型號忘記了 對 這雙是什麼型號跟大家介紹一下 KLIFT Nike 對不對 第九代 New Ballen的1080 那你覺得穿這張跑鞋 跑這個配速感覺怎麼樣 也蠻輕鬆 因為它是寬炫的 所以穩定力跟緩震程度都蠻舒適的 對 我今天穿HOKA的馬赫6 哇 這個白色我自己超想買的 我覺得它超好看 你覺得穿HOKA馬赫6 跑六分整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還蠻輕鬆的 是 但是它有點就是 推進感很強 會讓我越跑越快 真的假的 覺得可能要再訓練一下 所以你覺得有點駕馭不住鞋子 到後面有點跟不太上 那接下來有什麼比賽 預計參加的 接下來就是新竹吧 新竹的城市馬鬆 對對對 好希望那時候你可以穿這張 再駕馭得更好一點 我今天是穿浦馬的跑鞋 還是那個 Dainetro的部分 還不錯 有碳版嗎這雙 這雙應該是沒有版 沒有碳版的 但是我覺得是 穿起來是蠻彈力的 是跑起來腳感蠻輕鬆的 其實會有一個 蠻好的一個回饋性的部分 我今天穿那個 New Balance Mizuno的 Mizuno RIDER RIDER 27代 那你今天穿的是 New Balance的嗎 這是1080嗎 他不知道 對對對 因為他新出來 那你為什麼選這張跑鞋 我隨便選 接下來我們採訪到的是 小豬 又來鬧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今天穿什麼跑鞋 我今天是穿那個HOLKA的 然後這個是碳版鞋 你這張好帥喔 很彈喔 Cielo X1 我不知道那個怎麼唸 為什麼女生的顏色 跟我的不一樣 是不是 這是新色 而且他這邊 他這邊是要有貝殼的花紋 所以說很亮 然後你在跑的時候 別人就會注意到你 我今天跑了53分鐘 哇 恭喜恭喜恭喜 OK 我們採訪了應該 十幾二十個跑者 每個人跑鞋 算是很不一樣 各個配速區間 所選用的跑鞋 果然很不一樣 我覺得還不錯 非常喜歡大家 這次跟我分享的結果 接下來我們如果在其他比賽 有機會再來採訪 更多跑者讓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賽道調查員怎樣 下集見 下集 長龍馬拉松 因為博英馬拉松 語言不通沒辦法 長龍馬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COM